小米与花花 今天和大家去吃吃香港大排檔 就是我们叫做港式的主炒 以前大排檔 真的因为有个牌给你放在街边炒炒炒 叫大排檔 不过现在就当然没了 奔城的主炒 现在通常这些都入了店铺 这里叫做干净整洁有辣气 也算不错了 因为太吵的关系 我们后面的也会是配音的 我们这个就是港式大排檔 我们经朋友介绍 海鲜就一般的,贵 鲜是必吃的 今天我们就决定吃一个烧鲜就不蒸了 因为蒸很多地方可以吃 蒸鸡也不错 这里的鸡也很好吃 平时他们就很流行吃这个冷鱼钓烧鸡 也是特别一点 而且香港的鸡也是特别好吃的 和奔城是两回事 然后另外这个 这个咸蛋肉片芥菜汤也是很港式的 然后这个是每一台要叫的猪手 要打两粒 其实八四元也值得吃 打两粒 然后它说花甲就一般不用叫的了 然后我试了 鹅肠 我们今天都会试的 然后这个 这个烧鲜 八六元 价值 然后鱼饼 鱼饼必吃必吃 因为它不合鱼饼 是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大排档的炸大肠 还有椒盐才有 一定要吃的 梁瓜炒蛋就不适合我了 四个打色 有五个打色 最好是柿油黄炒面打色 然后这个干煸四桂豆 虽然我一般都可以吃 然后这个是柿油黄炒面 香港招牌 要试下了 然后 琵琶豆腐 这个是椒盐 但不要管它 他就说那个也是很好吃的 那我们就要试一下它了 最最鸡煲啊 冬天要吃 但我们现在很热 吃也都不完 我们的朋友 吃也都不完 我们的朋友 有个很大色的一碗 对了 但你来到不是 然后这个什么 哦 琵琶豆腐 这个有一段时间 琵琶的豆腐也是不同的 哇 这个是喝酒必备啊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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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濃,不是清溫的那些湯 是不是味精髓呢? 不是,它有濃湯的感覺 它有點乳味 這麼碎?有沒有腥? 我沒有覺得它腥,但我感覺到它有一點點乳 我第一次吃煙醬 雞醬 很香 為什麼好吃呢? 它的味道是鹹的,但它又不是很冷,它是熱的 所以就好吃了? 我個人很喜歡吃冷一點的雞醬 因為它是熱的,所以它有一個膠 我喜歡吃爽口味,但它這個也很好吃 很棒吧? 好介紹吧? 這個是很出名的椒鹽油炸大腸 如果你是大排檔吃的炸大腸 是中間一定要穿洞,是沒有東西才好吃 哇! 謝謝 我是這個 我本來也喜歡這個 這裏是三顆星的 很大隻 神經病 其實你一個人是沒有辦法吃得完 沒有可能 不要玩 這個真的非常出色 它的炸漿做得好 它的豬大腸炸得很柔軟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好吃 必叫必叫 然後這個鐵板黑椒豬壽 味道非常好 不要看到它的醬好像很多 很厚 其實它完全不結 稀稀的 所以 反而剛剛包著豬壽就很好吃 這個乾邊四季豆的好吃 就是外面一點點脆 裡面剛剛好軟 最重要 它的鑊氣 不是平常一坨醬 反而你吃到港式小炒的鑊氣 很棒 這個芥蘭都很好 非常大碟 以80元來解 香港人應該是外面的兩碟 而且它比芥蘭心理 所以不會吃到外面 很粗很粗 一定要點 我們點了兩碟 這個生炒骨 雖然它有很多醬 但它的底部是不會黏住醬 很香 而且香港的生炒骨 應該是排骨 有少少骨粗 辣才好吃 來到香港 古老肉是必吃 完全和奔承不一樣 而這間的醬汁做得出色 肉炸得脆 來到是外面少少脆 裹著足夠的醬汁 然後咬下去是有肉汁 可以吃兩碟 再來一個四粒星 必艾的麥魚餅 看它的樣子平平無奇 咬下去 你就明白為何是必艾 外面微微脆 它完全沒有漿 但裡面粒粒麥魚 很香很彈牙 很好吃 沒有蘭魚釣燒雞 所以就叫了八尺雞 不過覺得好像不夠黃 所以可能一般 旁邊的這個琵琶豆腐 相對非常吸引 琵琶豆腐是一個很出名的廣東菜 它將豆腐、魚肉 有些人就加冬菇、蝦米、蔥、蒜 拌勻 拌勻之後 釀到一個雅匙巾上 釀出來之後就好像一個琵琶 所以就叫做琵琶豆腐 之後就要拿去炸 然後再加醬汁 炸到外面微微脆 而裡面就很有豆腐的香 和魚肉香 很好吃 而這隻八尺雞 所以真的平平無奇 又不是太有雞味 又不夠雞香 下次我不會再炸 再來就是黃金苦瓜 香港人說的黃金就是鹹蛋黃 外面有層薄薄的鹹蛋黃脆漿 而裡面的苦瓜就是微微微微軟滑 連我不太喜歡吃苦瓜的人都覺得OK 這個層薄黃鵝腸就稍微遜色 天太稠 所以吃不到鵝腸的爽脆 下次不買了 就是炸脆鹹 外面有薄薄的炸漿 其實這裡的炸漿做得好 因為它的漿做得好 而它的油溫也好 所以它不會油膩 薄薄好脆 而鹹又夠肥厚肥味 很好吃 接著就是我最喜歡的豉油黃炒麵 其實以前的豉油黃炒麵 不是這樣的 在街邊的人當早餐或者下午 一大堆很便宜 不過現在街邊就沒得賣了 而這一碟也炒得非常好 你看到它一夾上去 鬆散的 完全沒有黏住 又夠幼的 非常好吃 夠乾爽 而這個也是香港另一種的特色 星洲炒麵 其實就是咖喱炒麵粉 一樣炒得這麼乾爽 每一條都很香 很有咖喱味 都很值得的 今天就吃到這裡了 吃了這麼多東西 人均都是200元港幣 真的吃到捧著肚子 吃不完 打包了三盒酒 所以下次你來這些大排檔 記得六個人以上 如果不是碟碟 那麼大碟 你也不知道吃得什麼 好了 接下來想知道我們香港有什麼美食 快點點讚好和訂閱我們 下星期你就會準時收到我們的影片 下星期見啦 Bye